另外关心的是这吸引超过两万人报名的全镇拳王大赛正式起跑 有多达755个奖项 让现在的投资人有机会可以赚进高额奖金 第三届拳王大赛正式起跑 今年一共有六大券商一起来参加 为了充高人气总共755个奖项 甚至才刚开跑就已经先抽奖 跟前面两届比较起来 我想这次我们的奖项也特别多 针对来开户的人 我们有设一个快报道奖 一个人1000总共300个名额 那就成交量来看 已经也达到了3400亿 那占了市场的1.05% 看到往年的成绩亮眼 今年的拳王大赛更是让参加单位都很期待 主管机关也全力释出力多 鼓励台湾的小资男女投入全证市场 你如果把这个税把它降下来 实际上你可以收到更多的税 我们后来发现这个ETF也有同样的情形 然后在那个各股期货也有同样的情形 除了调整正所避险专户的交易税 7月还有全证资讯揭露平台要启动 希望提高资讯的透明度 拳王大赛强先登场 也希望透过虚拟竞赛 让投资人来试试伸手 也熟悉一下未来的投资主流 中天新闻和学们吴迪瑞台报道